近年蓝宇观光兴盛迎来大量的游客 但是岛上的公共建设碍于人力物理不足 工程进展受阻 县长饶斯林一连两天前往当地访查 针对多座检疫码头以及部落的道路 整合调整各单位的解决方法 希望能够使工程进度更符合需求以及安全性 经历多次台风大浪侵袭 蓝宇地区多处检疫码头出现地基掏空的现象 安全性岌岌可危 加上码头船只使用量增加 也造成港池及博地不服使用 台路县长饶斯林率领局处单位前往蓝宇 视察公共建设工程 地方名代直接点出工程设计上不符需求之处 加上近年来蓝宇观光兴盛大兴土木 除了民宿蓬勃建设还有环岛公路整建工程 但都面临岛内杀石原料供应不及 或是没有承包商而造成工程延宕 希望县府能够提供专业协助 我们不是专业 我相信县府这边应该很多专业 发觉的确有很多事情 县政府必须要来协助相公所 来不管是人力的补齐或经费的运用 或甚至在执行上 我们都必须要跟相公所和代表会来全力合作 来与公共建设人力物力短缺的问题 县长县令表示将与府会合作共同推展 另外对于东兴部落道路工程以及校园安全 也会一并考量给予居民安全回家及便利的道路 谢谢商家会 蓝云香报道